大家好,欢迎来到Sophie说加拿大,我是Sophie 时隔多年,我又重返充满活力的大学校园 我借着学校Seneca Work on Day的时候拍了一些视频 今天一边带大家看我的学校Seneca College 一边分享我入学一周的感受 我和很多同学一样在出国前对加拿大的College学院不是很了解 以为College和University的区别就是国内所指的大专和大学的区别 其实是不能这么简单定义的 加拿大的College和University都是综合性的高等教育机构 只是College就更注重实用的技能 而University更注重的是学术 一般College会提供Benchler Degree 还有一些Diploma,还有Certificate 还有一些Graduate Certificate的一些学习项目 从就业率的角度上来看 College的毕业生是要高于University的毕业生的就业率 当然数据上看这个薪酬肯定也是要比University的毕业生要低一些 那Seneca College这个学院是成立于1967年 它是一个综合性的公立大学 它拥有七个校区 这七个校区是位于Nunan, King, York, Arkem 我学的这个会计专业是在最大的这个校区Nunan Campus 那这个校区是位于安大略省多伦多北约克地区 Seneca它是提供了很多各种各样的课程 课学制的设置也是非常丰富的 它专业就包括了飞行、商业、艺术、会计、教育、工程技术 还有CS时尚健康旅游等等 其中会计和CS专业都是Seneca学院的热门专业 那对会计专业有兴趣的小伙伴 可以点击评论区的链接 了解这个学习项目 以后有机会我专门做一期节目 介绍为什么我放弃读MBA的目标 而选择Seneca的会计研文项目 那Seneca每年的在校学生 有大约三万的Fu-Town的学生 和六万的Pah-Town的学生 牛南campus就是在主干道404的旁 所以交通非常方便 不会堵车 我非常喜欢Seneca的红色主色调 不管是logo还是说建筑设计 都是简洁大方热情洋溢的 学校的校车也是红色的 所以在车海里是很抢眼的 学校里有健身房 有排球 高尔夫保龄球 足球 羽毛球的体育设施 也有图书馆 教学楼 书店 Starbucks 还有Tim Hortons 图面上看到的那栋红楼 就是学生的宿舍 有1100多个床位 条件还是不错的 价格是在1200加币每个月 计算机和通讯中心都是对学生开放的 没有笔记本电脑的学生 就可以找学校去租用 我上学一周的感受 最深的就是多元的文化 那同学有来自 China India Malaysia Indonesia Philippines Canada Mexico Vinan Turkey Ghana Iran 等等国家 在学校大多数都是充满学习激情的年轻人 当然也有和我一样期待转型的中老年人 我的学习基础估计是同班同学中最薄弱的 但是我自认为是一个终身的学习者 只要开始做就一切都不晚 对于漫长的人生体验而言 一切都是奇妙的开始 想和我一起做校友的小伙伴们 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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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